舞者穿着飘逸感的白色舞衣 搭配多媒体影像在舞台上要动 仿佛在盛夏连绵的雨季中 新生的野蝶拍动着翅膀 急遇冲破繁忙的拥挤 这是莱比锡芭芭蕾舞团艺术总监 马里奥·施罗德特地为世纪当代舞团创作的舞作 《狂放的野蝶》 在2015TIFA国际艺术节进行世界首演 我认为人像是人像是人像是人像 在遭遇和在想法 将台湾是蝴蝶王国的意象 以及对台湾这片土地的观察合而为一 摆脱单向编舞的线性工作模式 借着跟舞者长时间的沟通与互动 让东西方文化充分的融合 使作品游走在古典 嘻哈 武术跟芭蕾动作间 静止与动态间的交错 展现出台北自作城市 繁忙又协调的特殊平衡应律 因为我感觉到他们感觉到 他们感觉到信息 他们感觉到信息 当然我们互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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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互 但互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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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互 我认为你感觉到信息 我认为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很难的 是很容易了 真的是比我更容易就迷人了 跨國合作的狂放的野諜 讓台灣跟德國的舞蹈交會 一路觀察作品形成的 世紀當代舞團藝術總監姚淑芬就說 在不同舞蹈訓練跟文化背景的協調互動之間 讓作品有很不一樣的溫度 我覺得舞者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在全新的經歷 一個我覺得是洗禮 就是對於身體的一種 不能說是塑形 而是另外一種探索 當它這個東西全部要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很奇怪 會生長出來一個 你剛剛看到的一個 我覺得很有溫度的理性舞蹈 但它又帶有很多它的一個哲學性 除了全新創作的世界首演 萊比錫芭蕾舞團也為台灣觀眾 帶來經典舞作Current 2 在林德伯格跟華格納的音樂襯托下 舞出對愛情追尋的一段旅程 而世紀當代舞團也會演出 曾獲台新藝術獎年度大獎的婚禮 在新舊舞作的呈現間 讓跨國合作撞擊出新的火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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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